我叫张安 1998年生 散步至今 每次出门都会担心 今天拍不到好照片 但真正空手而归的时候很少 我进入过挣扎的张牙舞爪的林子 进入过安静温顺的林子 跨过这块石头 剥开这根树枝 进入一个我想象中的世界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是我进入树 还是树进入我 是我在捕捉树 还是树在捕捉我 我对光很好奇 好奇阳光是怎么穿过 那么多光年来到了事物表面 照出颜色 材质和阴影 只要我坚持走路 甚至有一天能够遇到被残忍杀害 抛弃在野外的尸体 我会按下两次快门 然后报警 可能是我一直用小孩子玩乐的心态 进行着摄影 小孩子就是这样 什么都好奇 东看看西看看 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 也可能因为我们生活的周围 实在太平常了 如果不去刻意构造场景 就只有往细微处看了 我时常认为 蜘蛛的工作比人类重要得多 蜘蛛有想过自己的往是美丽的吗 蜘蛛有美的概念吗 我想都没有 但是等待是相同的 我也想一个人做好一切 然后静静等候 我觉得有些人的生活可能是文字式的或者是怎样 但我觉得我过的是一种图像式的生活 就是我排我看到的一切 然后我自己也在所有的图像中穿梭 但愿你的眼睛 只看得到笑容 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 都让人感动 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我 都让人感动 不会 不啊 今年 都让人感动 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